最近经常熬夜吃烙饼还直播了很多场 加上现在秋高气爽喉咙非常不舒服 今天煲个梨汤喝 这个汤食材很简单 猪骨一条黄蒙菇 海底椰、乌花果还有一个梨 海底椰和乌花果清日降火 都是比较常见的煲汤食材 加一点清水把它浸泡一下 再把梨搓洗一下 这个皮不要丢掉 把对棒切开 把梨的心挖掉 来把处理好的食材、猪骨、海底椰和乌花果 一起丢到砂锅里面 梨 这个雪梨煮汤味道非常的好闻 转小火慢慢煲 汤已经煲了一个小时 这个味道我闻着都非常的舒服 只需要加一点薄烟调味就可以 本身这个汤就清凉清凉的 所以多喝两碗 酸椰和乌花果 来浇上来 汤水非常的清香 口感有带一点点甜 非常好喝 直接当成开水喝就可以了 秋高气爽 记得多喝汤水 好喝 好喝